汪小菲因被大X 除希莞告上法庭 追討500萬元新台幣生活費 從11月21日起 開始瘋狂化紋暴走 媽媽張蘭 隨後也加入戰局 三方隔空戰開馬戰 張蘭過往由洗頭妹 發展成商界女強人的經歷 也再次被挖出 張蘭年輕時 曾經當過洗頭妹和洗活妹 最苦時 一天打四份工 1991年 拿著大約55萬台幣積蓄 開了一間村菜館 事業經營得又升又息 2009年巔峰時期 新界一度達到25億人民幣 只是風光的同事 也被傑匪看中 強盜集團 趁他飛去法國期間 找上他掌管公司財務的弟弟 結果弟弟遭到暖刀斬死 之後張蘭將村菜館轉手 轉身最殘命案 半年後成功速度增胸 他才令起牢骚 這些生命經歷 連大X也曾經對市表示佩服 我們下載到大約6億 2011年迅速度增胸 最後的事 是 轉身 轉身